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政大公共行政学系董祥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问题分析的一些重点与概念 我们都知道 分析公共问题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公共问题通常具有三大特性 多元性 冲突性 以及含糊性 那什么是多元性呢 多元性的意思就是说 公共政策 经常牵涉到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大家需要的 想的 都不一样 冲突性则是奠基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 当多元性增加的时候 冲突的可能就会提高 尤其是当我们常常碰到成本效益 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 问题就会更严重 例如说我们要建一个焚化炉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建焚化炉的效益在全体市民身上 而成本则是集中在 的因果关系常常是模糊的 例如我们因为观察到 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我们决定要增加生育补助 2500元 5000元 甚至1万元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 增加这些补助 真的能够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吗 但很不幸的 公共问题经常是这种 手段与结果之间相当模糊的问题 我们从一个政策循环里面 可以看出来 问题分析通常是第一个步骤 接下来才是规划 采用执行以及评估 但是一个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通常在第一个步骤 问题分析就已经被决定了 举例来说 大家应该都有搭乘Uber的经验 Uber在2013年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 就是以便宜快速 让民众觉得有不同的服务 但是Uber的出现 也让计程车业者感到不满 认为为什么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 但是却受到不同的管制 因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政府决定要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从结果来看 政府选择了用纳保、纳管、纳税的方式 来处理Uber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发现 Uber数量不再那么多了 价钱也不再像过去那么便宜 甚至它会采取差别定价的方式 在尖峰时间 甚至还要比计程车来得更贵一些 从这样的结果来看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 当初这个Uber的问题 就是被定义成计程车业者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追求公平 比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 来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假设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 应该是民众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有最多元的选择的话 其实政府可以选择 什么都不做 do nothing就好了 在我们确定这个政策问题 是从谁的角度去定义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去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 过去传统我们对政策工具 可以分成五大类 其中尤其又以权威性工具 跟右翼性工具来得最普遍 那什么叫做权威性工具呢 权威性工具讲的就是 用惩罚或管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例如说只要我们交通违规 我们就开罚单 只要我们想要保护自然环境 我们就会采取事前申请 或是这个人流管制的方式来进行 例如发放入山证 那右翼性工具讲的就是提供奖励 例如说自备环保杯便宜五块钱 回收费电池0.5公斤 折抵十亿元等等的政策 这种方式都是采取传统的政策工具 来处理问题 但是当我们这些事情都在做 可是问题还依旧存在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思考 是不是罚的不够重 还是钱给的不够多 那当我们罚的更重 钱给的更多的时候 我们常常只是招致更多的批评 但是问题依旧存在 这边就举一个政策例子 让大家思考 什么叫做有效的解决方式 我们都知道 珊瑚礁的生长相当不容易 各国也都在尽力保护珊瑚礁的环境 那珊瑚礁遭到很大的程度的人为破坏 这件事情一直困扰了世界各国 而墨西哥有一个地方叫做坎坤 坎坤这个地方呢 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珊瑚礁群 那他们也面临很严重的珊瑚礁被破坏的问题 他们也在苦思解决之道 结果后来他们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就是他们在距离珊瑚礁群 大概20到30公里的地方 建了一个海底博物馆 这个海底博物馆呢 有非常多的装置艺术 以及假的珊瑚 那当游客知道有这样子的地方之后呢 就会很想去这个海底博物馆 那原本的珊瑚礁 大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方式 成功地把游客吸引到这个海底博物馆 那原本的珊瑚就得到喘息的机会 这样子的做法不但让珊瑚礁能够正常地生长 也成功将政府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创造更高经济效益的一个角色 减低了大家对于更多管制的抗拒 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地被解决 获得了非常多的掌声 因此整体来说当我们碰到公共问题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确定是由谁的角度来定义这个问题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必须要能够思考有效的解决方式 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就是必须要能够跳脱框架的思考 Think Outside About 用一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话来做结尾 由限有思考方式所造成的问题 无法由限有思考方式来解决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at the same level of awareness that created them 因此处理复杂的公共问题 需要创意 需要跳脱框架的思考 它很难被复制 需要聪明的各位大家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